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曾经说 锂电池是未来新的石油 但是台湾的电池产业却停滞了20年 这几年才有台宁台速鸿海投入研发 总投资金额超过了200亿 国内更是出现了首座百万度等级的电池新工厂 他们研发的钛酸锂软包电池 重量比一般圆柱型的还要轻15% 而且它可以在-40度的低温 到60度的高温环境使用 并且可以重复充放电一万次 这里不是中药坊 而是位于明治科大的绿色能源电池研究中心实验室 一个是材料 一个是导电碳黑 像导药一样 这黑黑的粉末叫导电碳黑 磨均匀后再倒入溶剂 用机器搅拌30分钟 形成深黑如墨水浓稠如胶水的浆料 我们要把我们刚刚的浆料然后涂在铝箔上面 浆料涂在铝箔上 鸡片的厚度平均分配才可以组装成电池 接下来我们是要烘干它了 原来平常看到的一颗锂电池拆解开来只有这样薄薄的一片 正极负极中间用隔离膜隔开就能发电 完成刚刚一连串的作业基本上就形成了电池正极的材料 接着就要进入裁切的动作了 如果裁切成圆形这样小小颗的钮扣电池 通常是拿来用作小型家电使用 如果裁切成这样方形的软包电池 就会拿来用作行动电源或者是手机使用 虽然不要少看这一小颗的电池 它可以说是整个电动车产业的形状 像特斯拉他们也都是用柱状型的电池 像最初代的特斯拉 他们就在他们的底盘里面放了7000多颗1860的电池 那他们现在虽然电池有变大了 但是依旧还是用柱状型的电池来提供他们的电力来源 变大的原因主要是 它7000多颗如果你今天想要排错的话会相对比较困难 那再来就是它单一颗的电容量会相对比较小 所以他们就是从18650变成21700 那现在涨到4080 刚刚提到的数字代表锂电池的长度宽度 举例来说 18650指的是直径18公里长度65公里 也就是1.8公分乘6.5公分 4080是直径4公分乘长度8公分 其实我们这个锂电池的锂呢 主要是锂离子 所以其实正确的名字应该叫锂离子电池 一台特斯拉需要5000只iPhone电池 一小颗锂电池 让台湾产业龙头 真想加入这场新石油锂电池大战 2021年台尼旗下三元能源科技 斥资120亿 建置1.8G瓦电池新厂 2022年台塑新智能科技 以磷酸锂铁电池加入电动车电池产业链 铜海集团也付资60亿 设立磷酸锂铁电池新厂 锁定电动巴士 乘用车及除能应用 2010之前我们就跟台塑 就很一切地合作 主要是透过产学合作 建立平台 还有很多软硬体分析的技术 合成的技术 反而我们的原有的技术 可以透过这个比较放大的这个scale 可以去验证这些技术 那我想这个就很有机会 再走向大量生产 以台塑为例 目前电池新原料自制率达7成以上 接下来计划向澳洲寻觅链矿场 就是要取代油 就是要取代油 油它有刚才讲的 会慢慢减少 还有一个问题是 CO2的问题 它会排放CO2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发电都是用什么油 或者是天然气 都是含有碳的 那这些会二氧化碳的排放 会造成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造成气候变迁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说了 离电池是未来新的石油 看准这股趋势 国内电池新业者打造台湾 首座G瓦规格电池新超级工厂 这款电池新未来就是挂在 这个一般的乘用车里面的 那甚至未来也可以放在大巴车里面 离电池除了驱动车辆 还有除能功用 家庭或者是大楼 新建的大楼 它都需要一些除能系统 那这个最主要 尤其是大楼 它可能是用电安全的部分 就是包含你的电梯 然后一些紧急照明 以往可能使用的是发电机 那未来都可以用除能系统 来取代发电机 全球将迈入第三次能源革命 台湾的材料创新应用 可以让电池新在 锂电池产业占有关键地位 台湾的锂电池技术 逐渐展露头角这一间超级工厂 在8月初的时候还吸引 美国的参众议员前来参访 机车上的笔记就是他们 参访时留下来的字迹 他们看上的是泰酸里的制造能力 也希望能够协助台场在美国设厂 整个全球都在往这个电动化的一个方向走 那电池在里面就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事实上泰电池在近期的短到三到五年 甚至是长到十年以上 它未来的需求 未来的扮演的角色 其实是非常关键 在台湾这个原本的泰电池产业 其实蓬勃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当然有一段时间其实没落了 是因为这个大陆整个崛起 这种工业面的崛起 全球电动车市场壮大 中国大陆加速布局锂电池供应链 根据瑞银集团数据 2025年中国大陆的锂矿供应量占比 能达到全球将近三分之一 这也是台湾锂电池产业发展的挑战之一 我们在过去的20年 台湾在这个电池的产业 是有点停顿 因为所有产业供应链的厂商都到大陆去了 实际上让大陆有机会成为一个 目前锂电池最主要的生产国家 60%到70%的电池都是从大陆生产的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 电池是聚半导体之后 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研究 台湾在这个这几年 有点在整个锂电池产业链里面 有点缺席 那我们自己在建造这个超级工厂的时候 第一个设备材料 事实上当然就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瓶颈 因为我们已经不够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产业链 来support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超级工厂 我们有自己的决心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材料 未来的这个供应链的材料 还有这个供应链的设备 都希望是由台湾来 来后续来做我们的support 台湾切入电池市场的时间晚 但掌握半导体技术 及人才优势是一大利基 若可以掌握稳定电池原料 还是有机会在这场能源革命中 杀出重围 TVBN新闻 罗氏彭持有小文化与新北桃园 采访报道